我们每个人都在追求幸福的婚姻 在这条道路上,有人哭,有人笑 所以很多女人在结婚前都想要这三个婚姻 那么你是哪一种 不管多晚也要嫁给爱情 毕竟这是很多人都向往的婚姻 要知道两个没有任何感情的人结婚 幸福自然也会大打折扣 甚至还有人觉得 婚前没有的感情可以在婚后慢慢培养 但实际上,婚后培养的感情大多只会让人选择将就 而我们反观现实很多的圣女 他们也都希望自己嫁给爱情 如果遇到不合适的 宁可高的单身也不想将就的结婚 可见,在这个离婚率如此之高的年代 追求爱情的生女依然不少 而那些能够嫁给爱情的女人 不仅是幸福,更是幸运 免当户对的婚姻更是幸福的基础 很多眉目当户不对的 经常会发生很多矛盾 不管是上美女婿还是女人嫁给了有钱人 在交往的过程中,他们都会有所阻碍 因为爱情可以是两个人的 但婚姻却是两家人的 风果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找一个成长经历 和家庭背景相似的 如果两家实在差距太远 连想在一起,也只能算是凑合 就像很多的上美女婿 总是在结婚后抱怨自己很委屈 说在家没第一位 而那些嫁给有钱人的女人 也总是被婆婆当外人一样防着 所以,有人想追求幸福的婚姻 首先就要交到一个门当户对的男朋友 因为我见过太多被父母拆散的爱情 究其原因,还是两家门不当户不对 无法继续走下去 要明白爱情你可以冲动 但婚姻我建议你还是理性 就当是为了长远考虑 毕竟这是一辈子的大事 不是你喜欢就可以你想家 花不头鸡饭居多 这是三观不同 其中三观包含的方面有很多 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而这每一个观念 又能罗列出很小的观点 但是一个人的观点不同 不代表三观不同 而容易造成三观不同的 往往又和我上面说的 门不当户不对有一定的观念 但凡事没有绝对 现在的婚姻崇尚自有 三观一致 不一定要门当户对 只要两个人拥有爱情 也是可以在一起生活的 具体如何判断 对方三观与你相近 其实这也很简单 我认为只要平常多聊天 相处或者生活一段时间 彼此探讨一下 对未来的规划 自然安然就能明白 对方是不是和你三观相近了 而且有人能嫁给 三观相近的男人 就如同七黑的夜晚 有人给你点亮了一盏灯 温暖而愿幸福 这样的两个人 至少下婚后不会过得很累 同时也避免了很多矛盾